大家好 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往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要学习一个新的课程了 这个课程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程 叫什么呢 叫做小故事韩语阅读训练 那么这个小故事呢 一共有30个小故事啊 那么这些小故事呢 都是一些非常幽默的小故事 那么我们从中呢 可以学到一些单词 语法 惯用句等等 那么还可以学到呢 韩语的 韩国文化的幽默 和韩国的一些文化和风俗 那么这些小故事呢 可以给我们带来笑声 我们可以从中呢 学到知识啊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学的是一个什么幽默小故事呢 A呢 这个A呢 是患者啊 那么这个A呢 是他的朋友B呢 是患者 那个患者怎么说的呢 Kulsae 这里呢 是指呢 不确定 不清楚的意思啊 Kulsae 可能사가 可能사是 护士的意思 护士怎么说呢 明장 수술은 簡単한 것이라서 那么这个 可能사说什么呢 那么这个可能사说什么呢 明장 수술은 明장 수술是什么呢 盲腸手术 蓝尾炎手术啊 是一个 簡単한 것이라서 这么 이라서 表示什么呢 在这个名词的后面呢 加这个 拉操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这个 이라서 表示呢 原音的意思啊 那么什么时候加 拉操 什么时候加 이라서呢 如果前面这个名词呢 是有收音 有韵味的话呢 我们就加 这个 이라서 那我们看这个 カッ カッ 是表示一个 泛指 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东西 那么它呢 是有韵味吗 是有韵味的 シェオ 对吧 所以呢 이라서 那么这个 簡単하다 是什么意思啊 表示简单的意思啊 那么 因为呢 这个 明장 수술 蓝尾炎手术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 所以呢 너무 容忍하지 말아요 所以呢 你不要担心啊 那么这个 浓木呢 是表示 泰的意思 那么 容忍하다 那么在读的时候呢 我们要读成 容忍하다 容 尿 哈达 那么 这个 明跟这个 里尔 结合的时候呢 这个 里尔 这个 里尔啊 这个叫 里尔 要发生一个 音变 什么音变呢 鼻音的 同化现象啊 我们说 鼻音呢 嗯 是通过这个鼻子发出来的 它是个 鼻音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 里尔呢 变成 鼻音 变成一个 同化现象 那么在后面呢 这个 里尔就会变什么 变成这个 尿 所以 发音的时候 我们不能发 用 里尔 卡 吉 马 拉 尤 是不对的怎么发呢 用 尿 卡 吉 马 拉 尤 哈 吉 马 尔 达 哈 吉 马 尔 达 表示呢 不要做什么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 拉 姑 拉 姑 哈达 拉 姑 哈达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引用的意思啊 那么 比如说呢 在我们的 汉语当中呢 我们 要引用别人的话 我们怎么说呢 比如说 妈妈说 妈妈说 写作业吧 那么我们怎么引用呢 用这个 说 来写啊 说 你做作业吧 这样子啊 那么这个 说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动词 同萨 但是呢 我们知道呢 韩语呢 是以动词为结尾的啊 那么动词呢 是在最后面说的 那么所以呢 后面这个 哈达奶油 要放在这个 引用的这个话的后边 对吧 那么我们说 这个话 我们用这个引号引出来了 他说了说了这些话 那么后面说什么呢 拉 姑 哈达 那么在这些话的后面呢 我们家这个 拉 姑 哈达 表示呢 引用了这个话 对吧 那么 A 又怎么说的呢 那么 A 说 那个护士呢 他不是安慰你的吗 他说啊 那么 너무严重하지 말아요 너무 걱정하지 말아요 那么 그런 말이야 那样的话呢 당연히 하지 않아요 당연히 당연히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当然的意思啊 那样的话呢 不是当然会说吗 肯定会安慰你啊 这样的意思啊 那么 B 是患者 患者怎么说呢 그런데 그런데 그렇지만 그러나 表示转折的一些关联词啊 那么 그 말을 나에게 한 게 아니라 그 말 什么 말呢 너무严重하지 마세요 这个话呢 나에게 나에게 对我 한 게 아니라 这个 게는 什么意思啊 한 것이 한 것은 是他的缩写啊 不是对我说的 是对谁说的呢 의사에게 한단 말이에요 是对这个医生说的啊 했다 是什么呢 做的意思 한다는 말이에요 那么这个谈 是这个谈的缩写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嗯 说明什么呢 那个护士说 你不要担心 这个蓝尾炎手术 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手术 你不要担心 啊 但是这个话呢 是给患者说的吗 不是给患者 是给谁说的呢 是给医生说的啊 所以呢 患者听到了 他非常担心 他就知道了 这个医生呢 是一个非常的菜鸟的医生 所以他非常担心 所以什么 トゥマンガス 所以就逃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幽默的小故事 嗯 那么从幽默小故事当中呢 我们可以知道啊 这个口语 跟书面语呢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我们说口语里面 经常会有这个缩写的形式 比如说啊 还有呢 这样的非常缩写的形式 什么什么 这样缩写的形式 口语里面呢 经常会用到 可是呢 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呢 不能运用缩写的形式啊 那么在我们同期推出的这个 韩国语中级写作课程里面呢 我们会讲到 韩国语当中 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学到非常非常多的口语 那么口语呢 很利于我们 在韩国生活 在韩国人交谈的当中 使用的一些对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一些单词啊 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呢 苏苏式 苏苏式我们讲过了 手术式 它是这个手术跟式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单词啊 那么这个式呢 是式的意思 比如说教室 怎么说呢 休息 休息 那么洗手间怎么说呢 花脏谢 花脏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式呢 跟我们汉语的式呢 是一样的谢啊 所以呢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它的规律的话 其实韩语的单词呢 是比较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韩语单词当中呢 70%的语续呢 这个词汇呢 都是汉字词啊 所以呢 对于我们中国人学生来说呢 是非常简单的啊 只要举一反三的时候呢 就会学到非常非常多的单词 那么第二个呢 明将啊 明将呢 是盲长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蓝胃炎啊 那么呢 直战 直战表示呢 刚刚之前 那么它跟这个 曾 什么什么 前的意思呢 是一样的 但是它表示的是 强调这个刚刚啊 就在什么什么 马上要到之前 这样的意思 它的这个强调的 非常的明确啊 那么还有冲出去呢 뛰쳐나갔다 뛰쳐나갔다 那么刚才我们讲说的这个 잡히다 是表示被动的 被抓住的 잡히다 那么 경찰은 경찰은 도둑을 잡다 那么 도둑이 경찰에게 잡히다 这么说啊 那么下面呢 도망치다 表示什么呢 도망가다 一样的意思 도망가다 表示呢 逃跑的意思啊 那么下面呢 к을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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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语当中 口语中 非常的实用 比如说 很难说 我说不好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说 或者是不确定 或者是不想说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说 к을세 比如说 你下个星期休假了 周末休假了 你要去哪里玩呢 어디로 누르고 갈 거예요 к을세 к을세 我不知道 我还不清楚 不确定 这样的时候说的啊 那么下面呢 영뇨하다 刚才我们讲过了 要发生一个什么呢 发生一个 鼻音的同化现象 读的时候呢 我们要读成 영뇨하다 那么这个音变呢 在韩语当中呢 非常的普遍啊 韩语中非常的普遍 那么可以参照我们 韩国的学通网里面的 韩国语音变教程 可以让你的绘画呢 说得跟韩国人 一样的地道啊 那么下面呢 당양하다 表示呢 当然的意思啊 这是我们的单词 我们来一起读一遍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请不吝点赞 订阅